说到考古人员在江苏无锡的红山镇发现了至少50座以上的古代大墓 专家说呀 从已经发掘的老虎墩大墓来看 这些墓应该都是春秋战国时期的 凭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江这一带地处江南水乡 地下水资源丰富 而且水位都很浅 稍微往地下挖深一点 就可能打出地下水 古代防水技术不行 所以当地的贵族在建墓的时候 木坑都挖得很浅 而且是尽量在地面上多培土 堆出一个高大的风土堆来保护墓室 这样的墓葬考古学上称之为土墩墓 以春秋时期的吴国和越国最为常见 而包括老虎墩大墓在内的红山墓群 那都是典型的土墩墓 由此专家确定了大墓的年代 接下来考古堆要搞清的就是 这些大墓的主人会是什么人 最开始专家想到的是吴国人 据实料记载在公元前十一世纪 周太王的长子泰伯 率领他的族人从陕西一路迁西 来到红山附近的美里 开疆拓土建立了一个文明古国 叫购物 购物国从兴盛到衰亡 一共传世了24代君王 但是这些君王的墓葬到底在哪里呢 长期以来考古学界一直在不断的探索之中 春秋时期中国大大小小有上百个诸侯国 这吴国呢也算得上是一个大国了 吴越争霸的故事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 前面说过了 老虎敦大墓呢不管是规模还是陪葬品 都达到了王侯级大墓的标准 还有吴国的都城在苏州 离苏州不远的吴西呢 当年正是吴国的地盘 而红山镇距离苏州更是连20公里都不到 难道说红山镇的这些春秋大墓里埋的 正是考古界一直在寻找的那几十代吴国的国君吗 当然了 这只是专家们的一种猜测 考古考古 讲究的是考据要有证据 老虎敦大墓里没有线索 那就只能到别的大墓里去寻找了 经过研究 考古队决定 除了已经被发掘的老虎敦 接下来他们在选择性的发掘其他六座墓葬 以确定红山古墓群的年代和主人 至于其他的墓葬 那都原封不动的保护起来 在这个邹家墩和老虎墩的周边 从南往北 从东往西 有计划的挂掘了老墳墩 曹家墩 渡家墩 万家墩 到最后是秋春墩 从小到大 墓葬的级别 从低到高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组合 发掘这六座墓葬 那也花费了考古队不少时间 让人惊喜的是 这些历经了几千年的大墓 几乎都没有怎么被盗过 里面的文物大多保存完好 但是同时遗憾也不小 考古人员最想看到的攻击 还是一件都没有 既没有发现 官国与墓主人的事 也没有发现任何文字信息 没有官国 没有文字 就无从推断墓主人的身份 更让人着急的是 这旧的谜题还没解开 新的谜题又出现了 什么情况呢 前面说了 红山镇所在的无锡 春秋时期那是吴国的地盘 所以考古人员推测 这些大墓很可能是 吴国贵族的墓葬群 可是等他们仔细研究 出土的各种文物 却觉得越来越不对劲 这些东西完全不像是吴国的 倒像是越国的 前府 平底 利尔 三足外撇的若式盆行顶 是若墓当中 交多出土的典型的若国礼器 此外 赤口烟形顶 兽面顶等器物 在其他越墓的考古发掘中 都曾经有所发现 而长方形的兽租炉 陶制的胶形器和B型器 都是越墓中特有的器物中类 这可就怪了 吴国地盘上的大墓里头怎么尽是越国的东西呢 难道说从一开始他们就搞错了 等发掘到最后一座土顿墓的时候 专家们确定自己没有错 这些墓葬的主人绝对是越国人 这第七座大墓名叫丘成敦 发掘刚一开始 考古人就发现这座墓与之前的六座大墓不一样 它不但有深达数米的中字形的墓穴 体积也比其他墓要大出一截 丘成敦这座墓葬 其规模总长度已经超过了五十米 这在江浙一带 除了印山 越王陵级别的大墓之外 没有比这座墓葬更大 因此我们说 丘成敦是仅次于越王陵级别的贵族墓葬 那么这座王陵级的大墓里面 又有着什么样的陪葬品呢 东西很多 最早出土的是一批玉器 什么玉龙 玉凤 玉黄 玉龟 渐渐都是精美无比 现了一些玉器 而且那个玉器的纹是非常精美 我们后来能看到的玉飞凤 折形代沟 玉浮面 包括双龙管形器 都是我们近年考古发掘当中 非常难得的精美玉器 紧接着玉器出土的是数量更多的青磁器 其中既有仿青通器的青磁顶 豆 盘等礼器 也有不少外形稀奇古怪 大家之前很少见过的生活用具 不过不管是哪一类 都证明秋成敦大墓的主人 绝非一般的官员或者普通有钱人 发现了大量的青磁的礼器和实用器 其中高达一米左右的樱桃罐就出现了上百个 而且还出现了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过的溢水器 冰酒器 温酒器 再次证明牧主人的身份非常高贵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件东西 后来经过专家的研究 那居然是两千多年前的冰酒器 在底下这个大盘子里头放上冰块 再把酒杯往上面这些圆孔里边一插 天再热 主人也能喝上冰镇的美酒 这件东西跟冰酒器的作用正好相反 它是温酒器 在底下这个大盆里点燃木炭 再把酒杯往上面这些圆孔里一放 用不了多久 杯子里的酒就冒热气了 连喝个小酒都有这么多讲究和专用设备 可想而知啊 牧主人生前过着怎样的奢侈生活 大墓里边会有这些东西 是考古人员没有想到的 早在1976年 考古人员在浙江绍兴的印山 曾经发掘过月王允长的陵墓 允长墓里头的陪葬品 那都比不上秋成敦大墓里的东西 难道说这座墓的主人地位 会比月王还高吗 没道理啊 就在大家在琢磨这个问题的时候 大墓里又出土了 更惊人的东西 什么呢 这天呢 一名队员在墓底清理淤土的时候 发现土里冒出了一些奇怪的碎片 既不像金银铜铁 也不像陶瓷 但看上去又晶莹剔透 色彩斑斓 等小心翼翼地把碎片全部都清理出来 现场这么一拼 居然拼出了一件完整的宝贝 这是一个巨大的发现 终于出现了 它居然变成了以我们现在能看到的 有八条蛇盘起来的一个空心的球形状的物质 这件器物呢 它的造型改变器物 从形状上看 它是有八条活灵活现的石 相互缠绕 盘旋在一起 而中间形成镂空的球形 而且它的外表有非常漂亮的琉璃柚来装饰 所以我们就把它叫做琉璃柚磐石玲珑球 琉璃在今天是很常见的东西 但是两千多年前那可不一样 当时它被称为五色石 比黄金玉石还珍贵 更难得的是专家说了 就算以今天的工艺和技术 要烧造出一个这样的玲珑球 那都不容易 两千多年前的古人却做到了 只能说这是件国报 这个玲珑球本身 为什么它那么珍贵 它有两个方面值得我们关注 一个是它本身的烧造技术和制造工艺难度非常大 这个灰北这个胎这个滔制呢 要控制在五百度左右 但是这个玻璃柚的这个形成呢 要达到一千两百度 所以说呢它是至少是二次烧成 而且还不变形 这个玲珑球有八条石盘在一起 作为一种造型 这代表了这个越文化 越从对蛇这种形象的一种崇拜 还有宗教上的意义 就是反映了人类意识形态领域的一种文化现象 因此玲珑球是咱们国家的意境 不可做的 盘蛇玲珑球的出现更有力的证明了 秋成敦大幕的主人绝非无国人